大家好,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10月份比较爱用的几样护肤啊,还有就是比较喜欢的一些化妆品 10月份其实怎么说呢,我用的东西其实还和原来的差不多 没有说吸入一些护肤品之类的 就是想很努力的把之前买的一些东西都想快点用完,然后再换新的东西 所以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这个月特别爱用的是偏护肤品比较多吧,化妆品比较少 首先来讲这两样东西好了,这两样是之前巴鲁小铺寄给我的两种护肤品 一个是精华液,然后一个是这个护眼精华组合 先讲这个精华液好了,这个精华液我刚开始是怎么说呢,在单独用它 但是用完它的感觉是没有我想象的那么保湿 但是也有可能是单用它的关系,就是只用这一样的关系 所以觉得它的效果没有那么的惊人 不过还是ok啦,又对于日常用精华液来讲它的效果还是挺好的 它是这种很...不是特别粘稠,但也不是说特别水的这种质地 它是淡蓝色的这种膏体 然后涂起来的时候你可以摸到它很水,然后凉凉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这款它是比较适合于中性,就是混合性偏油性皮肤的人用的吧 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因为我自己是混合性的皮肤嘛 所以它用完不是说很有水光的那种感觉 而且摸起来是一种偏干爽型的那个效果 就是涂完的效果 所以我觉得这个它可能混合性皮肤的人用起来会更舒服一点 如果说你皮肤过于偏油的话,还是要在用这款之前用一些就是去油的化妆水 可能会...效果会更好 不过我和它混在一起用的是这个自然乐园的这款 摩洛果坚果油 这两款东西它们混合在...就是混合在一起用的效果 我觉得对我来讲是最好的 因为我之前发现早上起来之后 脸颊这边会特别的干嘛 会起死皮衣类的就是...东西 然后就是皮肤状态会特别的不好 后来我就想说加强一下就是滋润...就是润肤的一个效果嘛 让...让我的脸看起来不会那么干 我就在睡觉之前用一点点这个油 它...之前我在用它的时候 用在整张脸上嘛 可是...就会有副作用 就是我脸上会长很多粉刺 而且会长痘一类的东西 就...用的效果就很让我不喜欢嘛 后来觉得脸实在是...这几天觉得脸实在是太干 我就想说用一点点它 不要过度的用 就是适当的在用它 我每天在睡觉之前会用它 就是...一天只用一次 然后...在早上起来的时候就不用 用它就是用一滴或者是一滴半左右搓... 就是搓在手心搓热了以后 这样按在脸上 而不是说整个涂满整张脸 我是说按在我需要的位置 比如说我觉得今天额头比较干 我就按在额头上 或者是觉得脸颊比较干 然后就按在脸颊上 然后直接去睡觉 它用完的效果...它就...因为是油嘛 所以就是...效果就是... 油油的这种 用完会...脸上会放一点油光 如果说你是极干燥性的皮肤的话 我是比较推荐它啦 因为它是针对干燥皮肤出的一款... 精华油嘛 所以...大家可以去试试看 而且它的价格也特别的便宜 也是比较适合于学生族的朋友们 来用的一款护肤品 这个护眼精华是...也是Charm这个品牌 巴勒小布他们家推... 比较主推的这个品牌 我自己是先用了两个啦 它是这种带一些小瓶的这种护眼精华液 然后另外一边有这个就是按摩仪 它是最近也比较红的这种就是... 电动按摩仪嘛 开了开关之后就是会有这种... 震动的这个效果 我不知道视频上看不看得出来 不过它是... 呃...你能感觉到它在震 不过用完它的感觉就是很舒服 眼睛周围也就是... 嗯...很水水的感觉 能得到一个缓解 就是眼不疲劳的一个效果 所以每天睡觉之前 就是我会用它嘛 现在大概用了一个星期左右吧 我是...每天不会用很久 大概两只眼睛五分钟就差不多了 我怕过度的那个按摩 会造...给眼睛造成更多的负担 所以就是尽量... 呃...控制... 呃...对眼周皮肤的一些拉扯 或者是就是按摩一类的动作 所以它我用的效果... 其实还好了 如果说你的眼睛很急切的需要一些... 呃...就是保养措施的话 我还是很推荐它的 它在巴露小铺上... 应该是...嗯... 它们主打的一个产品嘛 所以...应该很容易找到吧 我看淘宝上好像也有它们这个... 就是...互眼组合的这个连接 价格我倒是... 记不太清楚了 大家可以去找找看 呃...感谢一些朋友可以去试试看了 从他们家来的巴露小铺的... 还有一样东西是... 他们寄给我所有的东西当中 我最爱用的一个东西 大家可以看得到我已经用快一半了 这款就是...润发油 我之前是很少用... 关于...就是... 护发的一些产品吧 最多也只是用一些... 就是那种... 顺发的那种喷雾一类的 或者是除静电的喷雾一类的 这种护发油我倒是很少在用 可是...这款... 反正他们...呃... 寄给我了嘛 我想说拿来试试看 然后它... 给我的感觉真的是挺好的 因为我... 秋季和冬季头发干燥的现象特别严重 之前剪头发也是因为 下面开始有分叉了嘛 所以我想说就把一些... 受损的部分都剪掉 然后让它重新再健康的长出来 所以最近在用这个护发油来... 加强我头发的这个润泽度 透明的油的质地 然后我用的时候就这样搓一搓 然后这样抓在头发上 我自己是这样了 这样慢慢的搓到... 我觉得头发干燥的位置上 OK 再看一下 就是... 上完之后头发 非常非常非常有光泽感 很柔顺 就是...而且它的味道也是香香的 会比我的那个... 洗发液的味道要来得好一点 所以是...我最近是特别的爱用它 这个护肤品算是...也是我最近爱用的这个面膜吧 它是这个... 如果皮肤急缺水 然后急需营养的话 我比较推荐你用这个... 蜂蜜面膜 它用完的效果就是... 非常的润 它晾肤的那个效果倒是一般 不过它...滋润的程度 我觉得要比其他款的面膜来得要好一点 因为... 其他款的面膜最多只是补水而已 呃... 营养方面我觉得还是... 不够 只是说... 能暂时的缓解我皮肤干燥的一个现象 可是... 它... 我一直在...最近在坚持用这种... 呃... 营养型的面膜嘛 所以...就是皮肤能看起来更有... 呃... 光泽感一点 其实... 我之前收到的生日礼物 是我最近非常爱用的一个... 就是... 身体上用的一个东西吧 它是这个... 呃... 媒体小铺的这个... 木浴胶 它... 这个是... 蜡木系列的 我去查了一下 中文叫蜡木系列的这个木浴胶 然后是这种... 带一种... 它是有很强的花香 我也说不上... 这是什么花 只是说蜡木系列 我... 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个味道了 大家可以去上网找一下它的那个介绍 反正用完它的感觉 早上... 因为我习惯早上洗澡嘛 然后早上再用它的时候 就整个人会变得特别的清爽 嗯... 而且它的香味会留在皮肤上嘛 就觉得就是... 香香的那种味道 所以让我早上起来 就是很喜... 很享受洗澡的那个时间 然后洗完澡之后 觉得心情很好 因为整个人都变得香香的 所以就... 非常非常喜欢用它 是我... 真的... 最近特别爱用 但是又有点舍不得用的这个... 身体不语如 是... 接下来这三样东西 都是用在嘴唇...嘴唇上的 之前我上传了一支 关于就是我护唇产品的那个视频 就是... 我分享过一支护唇膏的视频 后来在第二天我去上街的时候 虽然没想过要买护唇膏 可是遇见Olive Young他们家 就是韩国的那个腰妆店 他们家在打折 然后就发现这个... 黎维维雅的这个Lip Buster 这款护唇膏 罐装护唇膏 他们家一直都出的是那种 就是旋转式的护唇膏嘛 这种也是好像是去年年末吧 还是什么时候出的这个系列 我之前在YouTube上的时候 看有大人在分享它们 然后说其中这个系列最好闻的两个味道是... 一个是这个香草味的 还有一个是那个焦糖口味的嘛 后来我就比较了一下 两款都真的是特别特别好闻的味道 就是... 一闻到他们就是觉得 他们一定会特别好吃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后来比较了一下 我自己我个人是更喜欢这个香草味道的了 然后它是这种白色的膏体 它真的... 让我这样闻一天 我都觉得不会腻 就是自从买它开始 天天早晚 就是只要嘴... 我觉得嘴唇只要是干燥的话 我就会拿出来用它 但因为它的味道实在是太好闻了 阿里小屋之前打折的时候 我买到的 首先是这个... 先讲这个好了 这款是... 也是这种... 硬色唇... 硬色唇膏 它是... 需要这种... 你挤出来一点 然后用前面的这个刷头把它给晕开 然后它上完的效果是没有珠光的 也没有一些光泽感 是这种无光感... 雅光感的唇膏 所以... 我之前想说换一些唇膏的颜色来用嘛 因为一直在用一些裸色唇膏和一些就是粉色系的唇膏嘛 后来我就想说换一些颜色深一点的 因为最近流行这种深色的唇膏嘛 就想说换一种这样的试试看 后来就发现阿里小屋他们家新出的这个系列 所以... 我就买了最深的这个颜色 不过我用它的时候不会上到整个嘴唇 因为... 太吓人了那样 我只是会上到就是嘴唇的中间的这个部位上 就是画那种... 暈染型的那种... 就是咬唇妆 所以用它... 咬唇妆用这个颜色的话就是... 我觉得挺合适的 很适合秋天 不管是我眼妆画什么颜色 它都会很配合 不是很挑眼妆的颜色我觉得 然后和它配在一起用的是这款封唇蜜 我... 之前用的那个Dior的那个封唇蜜 因为它是不带珠光的嘛 然后我想说... 那款因为毕竟是... 怎么说呢? 嗯... 比较... 价格偏高 不是很适合我觉得学生族来用 后来我想说... 找一款类似的产品 然后... 想说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找到了艾丽小屋的这个 它的这款比起Dior那款 它有很多的珠光在里面 有很多... 就是银色跟粉色的珠光亮片 嗯... 味道是差不多了 它们两个... 两款都是薄荷味的 然后这款要比那款用起来稍微稀一点点 可是... 亮泽度我觉得差不多 它要比那个... Dior那款便宜很多 而且用起来的效果比较像 如果喜欢这类唇妆产品的朋友的话 我比较推荐用这个了 我最近是... 一直在用这个... 这个组合 就是... 用来画那个咬唇妆 也是效果比较好 推荐给大家 OK... 今天就是这样 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么多 接下来还会跟大家分享我的指甲油 就是... 我觉得秋冬比较适合用的一些指甲油吧 因为之前... 从上个月开始有... 就是... 零星... 就是陆陆续续买一些... 呃... 新的指甲油嘛 想说... 呃... 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 然后... 请大家... 多多期待吧 呵呵... 我们下支视频再见吧 拜拜